说到那个台风外围环流 以及东北季风产生的共伴效应影响下 今明两天雨会是最大的 而截至目前为止降雨量最多的地方 截至早上十点的时候 是在宜兰的西茂山这边 光是今天就有403.5毫米的降雨量 而宜兰的韩西有250.5毫米 就连台北市的阳明山晴天岗也有破200毫米 那各地也传出了一些灾情 像是在宜兰台七线就有泥沙滚落 一度阻外交通 而台九线119.4公里处 以及花莲的光丰公路 也都有树木倒塌无法通行 至于新北市的乌兰山区 则是发生了土石流 目前宜兰四季国小的英式分校 已经宣布停班停课 而南澳的花澳国小这边 是从中午开始停班停课 至于花莲的和平村中午过后 也是停班课 滚滚泥水顺着水沟流下 网路面蔓延 花莲进谱部落居民家门口 延起水坑 山区江下大雨 断裂的树木横扛在路中间 挡住车辆通行 不远处立起三角追 禁止用路人经过 花莲光丰公路11.5公里处 山坡树木滑落阻碍道路通行 西巷局针对花莲发出 豪雨特报 秀林乡和平村 中午起停止上班上课 河中和人社区也开始 劝导强制车村 宜兰也被鱼弹狂炸 一大早天色阴沉的像傍晚 耐克台风外围环流剧烈 影响台湾北部东部 宜兰包括台七县台九县 都有土石松落阻挡交通 光是三十一号这天 截至上午近十一点 宜兰南澳乡累计雨量 最多超过四百 第二名和第三名都在东山乡 三星乡和大同乡的累计雨量 也已经超过两百 英市村十几位村民 先自行撤村 四季国校英市分校 也宣布停班停课 第一河川局准备了抽水机 做好防汛准备 往北部走 新北乌来山区大量落石 泥沙滑落堵住了上下山的路 耐克台风带来大量雨势 住在山区的民众出门前 一定要更加留意相关路况 华氏新闻总和报道 观众朋友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 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CH52华氏的频道 而且记得哦 一定要帮我们分享 按赞 还要开启小铃铛